去买点菜 请把商品调码 确认结算后 显示最中央的精华 这个右下方的小马头 确认结算 请把商品调码 嗨,好看的吃播千千万 有趣的灵魂 要减肥啦 之前有个弹幕说 你真是想起减肥就减肥 你要是不发弹幕发评论 我一定给你握个手 买了点东西 好几天没有出门了 然后今天开始减肥 以后我要是没有发视频 或者没有坚持 你就私信我骂我 没有关系 200斤的灵魂说到做到 娃娃菜 这一颗 刚好一顿 猜猜这个胡萝卜多少钱 一块钱 一块钱 刚刚发现皮蛋忘记买了 然后我又下去买了回来 我现在剥皮蛋 皮蛋这个东西好吃是好吃 但是剥起来确实麻烦 非常的粘手 切的时候更不好切 那个刀跟菜板都毁了 这些就是我准备的材料 娃娃菜 胡萝卜 两瓣蒜 还有这个是皮蛋 没错我又要做上汤娃娃菜了 自从上次吃了之后爱上了 这道菜里面本来有肉 然后我换成了这个低支的鸡胸肉肠 脂肪只有0.9克 冲啊减肥的朋友 放这个橄榄油 这个也是粉丝推荐的 大蒜忘记放了天哪 好 塞不下了 给你们推荐个东西 这是一棵柠檬树 香水柠檬 然后买来的时候 它上面就带着柠檬果 这还小 看这个小青苓 嗯很香真的很香 就那个青苓味的薯片 你们知道吧 平常自己家里办公室 喜欢绿植的朋友 可以去买一下 就是自己种一棵树 我没有蜂蜜就不加了 就直接这么泡着喝吧 纯天然柠檬水 看到没 耶 然后就随便放点生抽 盐 白胡椒 这里有很多浮沫 给它去去掉 我没有啥厨艺可言 这不是教程 纯属日常分享 哎 做的好不好吃呢 也都自己吃了 其实我觉得蛮好吃的 哈哈 尝一口汤 淡了一点 挺好吃的 加了胡萝卜皮蛋 还有火腿肠 颜色就比较鲜艳 就比较鲜艳 这上汤娃娃菜 之前也是 一个粉丝推荐的 后来我再多一刷到它的 做法 然后就自己做了一下 哈 这里面的皮蛋真的跟肉一样好吃 前几天我一直是一天只吃一顿饭 叫的外卖 因为因为睡觉睡到大中午起来的话 就下午吃一顿 然后忙淘宝的事情 一天就这么一顿了 还是蛮鲜的 因为加了那个黑胡椒粉 我的背景乐是不是大声了一点 这个鸡肉肠它是无淀粉的 用鸡胸肉做的 这个鸡肉肠它是无淀粉的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一碗应该就是我今天的一顿了 然后傍晚再去健身房 哎呀实不相瞒 很久没去了 这个菜我在那个饭店看的价格是18块 这个菜我在那个饭店看的价格是18块 但是我还没有吃过正宗的 这个就是我随便搞搞的 但是真的很好吃 如果真的用那个肉 猪肉或者鸡肉 然后放菜籽油 炒起来肯定很香 这么看我吃是不是特别无聊 我应该找点话题 但是我不知道讲什么 大蒜 我特别喜欢煮的很熟的大蒜 吃起来就 吃起来就软软的那种 煮熟的蒜吃下去 嘴巴里不会有味道 今天就到这里